数百名球迷大阵仗在北京国际机场迎接阿根廷球王梅西 一身休闲牛仔衣梅西十号率领阿根廷国家队抵达北京 准备和澳洲国家队进行友谊赛 刮起足球旋风 只是现在爆出大名鼎鼎装脚 在过海关时差一点没办法入境 梅西像罪犯一样被海关团团围住 一旁的工作人员努力沟通 梅西则拿着一本红色护照回答问题 原来拥有双重国籍的梅西 这次只带西班牙护照而非阿根廷护照 导致无法免签入境 受困机场将近两个小时 不少球迷抱怨主办单位处理不周 推特更盛传梅西被扣留机场当下 灵魂发问一句台湾不算中国的吗 因为西班牙护照在台湾可以免签 尽管消息未获证实已经掀起热议 小粉红讽刺梅西不简单 这个反问让魔都海关也没办法正面回应 感叹为何台湾有那么多国家可以落地迁 中国却不行 先前就有中国网友点名 梅西的个人品牌官网将台湾列为国家 批评网站构建不严谨 如今又因为带错护照 不小心告诉全世界台湾不算中国 只是没想到中国却传出新说法 广州日报报导真正出现护照问题的 是梅西队友奥塔门迪 访中插取真相为何再度掀起讨论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导 1017亏 convincing 三车 二车 二车 三车 四车